歡迎收看 就我本來 我這個房子買的時候呢 我一去看我就非常的喜歡 我就當場一分鐘 我就決定我要買一下 代書有好也有快 我很多事都拜託代書幫我辦 辦一些土地的什麼什麼 他就弄了一兩個月 他就說 當要過負的時候 代書來了喔 來恐嚇我 他就說 這樣就完蛋 旅人好事的今晚 藝人房子值多少 超級房仲來見店 曉姨姐 妳有上過一個網站嗎 什麼網站 實價登錄的網站 我很想上耶 可是我發現我有點看不太懂 正常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實價登錄這個網站 就開始了之後 所有人對於買房子的興趣 整個又變得不一樣了 其實大家其實 聽說量好像是反而有點萎縮 因為大家反而 這觀望的氣息變得很濃厚 大家查一下說 到底這個房子有沒有 譬如說我自己住的房子 到底價值是多少 可是 有人查出來說 有一些豪宅 居然是被虛報的 其實可能沒有那個價值 可是居然在賣的時候 就被賣很高 可是我很樂觀 樂觀其成這件事情 當然這是好 透明 因為其實我每次 因為我很想買房子 但是我一直看不到 我想要的房子 而且我每次去看房子的時候 我心裡都會有一種聲音就是 我到底該相信誰 因為很多 他長得那麼誠懇 是真的那麼誠懇嗎 對 然後很多 耳語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就一直 遲遲不肯去做第一筆生意 可是今天我們來 跟大家聊的這些人 有些是很好的經驗 有些經驗 我想大家會覺得 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訓 反正就是我們來借鏡一下 對 就不要重蹈覆轍了 而且你今天想買房子 來對 因為其實現場 很多跟房子有關的人 好嗎 首先第一位 我們現在歡迎 這個房子蠻多間的 墨玉華歡迎 各位 大家好 請問我也是 房子跟著他就對了 對 好不好 希望是 下一位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了 他的例子大家不要重蹈覆轍 對 他算是小隻 然後慢慢一邊間這樣子買 好不好 馬國賢歡迎他 大家好 好 接下來第三位是我們 柯宇柔歡迎 哈囉 柯宇柔好 我覺得這隻玉器好了 那接下來這房子 我跟你講他不是一手一手買的 他怎樣 一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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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房子可以坐在桶子裡 可是他真的很厲害 張淳淳歡迎 淳淳姐 哈囉 鏡頭發財 是的 接下來我們對面 有一些專家 首先第一位是地震室公務會 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 王靖翔理事長 歡迎 歡迎 還有房產專家 四位歡迎 哈囉 其他兩位是我們的房仲幫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我們現在來講講 大家初次買房子的經驗好了 可是買房子應該是一個很高興的事 應該招一個 沒有 其實原本應該可以賺更多錢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爸媽都是 一直以來都是屬於非常保守 那你也知道我們演藝圈的工作 很不穩定 然後我就一直從06年就跟他講說 我想買房子 因為你知道其實從06年開始 可能之前我不曉得 但是06年開始是可以全額貸 而且甚至超貸 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那時候可能就是從SARS之後 一直很鼓勵大家買房 那時候可能就是從SARS之後 然後後來從06年就跟我爸媽講說 要買房子 然後我媽媽只會丟給我一句話 就是說 你先拿三百萬現金來看 然後拜託那時候 怎麼可能手上會有那麼多 你想說如果好不容易 有存到第一桶金就很不容易 所以一直拖到07年 本來差點要買一間房子 但是因為就是仲介在這個當中 有一些些不知道什麼 小心機之類就失敗了 然後後來我就跑到這附近來租房子 就是在三立這附近租房子 然後租了大概半年之後 我就覺得 我租的那邊還蠻適合我工作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主持外景嘛 就是都主持三立的外景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說好近喔 上班只要五分鐘 然後等於是你看我起床 就算忘了拿東西 我回去都很快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就想說 我可能有機會 可以買在這個地方 但當時其實 像剛剛那個玉華姐就是 快很準 可是那時候說真的 我們必須要以價錢為 為優先考量 其實同一區 它可能價差很大 然後我最後選了一間 我覺得就是最破舊 然後最陽春 但它價錢最容易被砍 所以後來我就 背著我爸爸媽媽 就偷偷買了那間房子 因為每次都要問他們 他們都一定說NO啊 就說不要... 所以就這樣 我就背著他們 偷偷買了第一間房子 你都很聰明 因為先買陽春 然後等你再賺到一筆錢 你再慢慢的增加 慢慢去裝修 對 因為你不買 永遠買不起 對 這是真的 尤其他講那個時候 是個時間 因為其實人的一生 為什麼賺錢 是只有幾個機會而已 你要那個機會抓到 就要抓了 不是機會 真的不要勉強 不是機會就是不能勉強 其實那時候 對我來講 要買內湖的房子 其實滿辛苦的 因為頭期款已經很勉強 然後再加上它陽春到 你好像不裝潢也住不進去 因為實在是太破舊了 所以那時候把我搞得很慘 因為手頭的現金也不夠 然後又沒有經驗 所以等到頭期款付了出去之後 然後要裝修房子 手邊根本就沒有現金 那時候我買的時候是08年 也不過是四年前 四年前其實從05年開始 房市起漲的時候 已經漲了一大波了 那時候選擇去買的時機點 剛好是總統大選之前 因為本來房市一直很熱很熱很熱 結果到了那一次要選舉之後 大家因為想說 有一些政黨的關係觀望 大家就冷靜下來 冷靜的時候 我就選擇去看房子 結果反而議價空間 有稍微好一點 加上那一間已經賣很久 都賣不出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接下來失敗的郭謙忠 也不能傳授一些你買房子 這什麼好傳授的啦 不然買就會買啦 分享一下 沒有我那是也是因為很巧合 因為我當初其實是 我退伍之後 我是租房子在外面 然後因為我當時的房租 是在台北市中心 在火車站那邊 一個月要三萬 然後那時候仲介跟我講說 那個是二十坪的房子 帶一個車位 可是後來我朋友來看 實際上那個房子 他幫我測量之後 大概室內不到八坪 好小喔 對 然後仲介騙我說 是二十坪的房子 應該有兩千 全壯吧 他講的是全壯 對 全壯 全壯二十坪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對坪數沒有概念 他跟我說室內二十坪 二十坪 我真以為二十坪 然後我想說 怎麼看得那麼小 不一樣 但我還是租人 就租了一年 我朋友說 他就來看就說 你很笨耶 你都一個月 願意花三萬塊錢去租房子了 你為什麼不去買房子呢 因為買房子的話 那時候因為 就利率都很低嘛 因為我第一間房子 大概是在十二年前買的 2000年 2000年買的 那時候其實很低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 從那時候 我朋友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開始找房子 然後那時候扯了我手上 因為其實買房子 最重要就是第一桶金 那我那時候手上 只有三十幾萬 然後我就 只能用這個現金去考量 去考量去找區域 沒有辦法去選擇區域 所以那時候找的話 因為那時候淡水的推案最多 而且推的價錢是最低的 我記得那時候都是 從七八萬開始到十幾萬 十幾萬已經是頂尖的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那邊看 而且我當初常去那裡 所以很喜歡那邊的感覺 就是買那邊的第一間房子 我買十九坪 我記得那時候是買兩百八十萬 然後我住了四年多賣掉 可是一般來講 賣掉都應該會賺錢 可是我虧錢 現在那邊房價應該很不錯吧 不錯啊 他剛講那樣 我兩年前買二十出頭萬 現在都快三十萬 是不是 對啊 可是你要知道 因為我當初買 我住的第四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賣掉 是因為剛好我遇到九二一 那個是最好的機會耶 反正那個時候才買 而且經過九二一這樣地震 你看那個房子 不 妳要知道 我那個樓 二十三樓 然後我住二十一樓 九二一那天晚上 我在二十一樓搖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自己應該是要往生了 我真的不開玩笑 應該滿可怕的 因為我躺在沙發上 已經搖到 我已經可以看到我家游泳池 我家中庭有游泳池 我已經看到游泳池 已經搖到那邊 就看到游泳池 我說媽再見 我已經那時候 就是腦袋就是 開始回憶小時候了 就整個日子已經覺得 應該要掛了 但後來停住了 我發現我還存在 我沒死 但我想說這房子 應該不能住了 因為太害怕了 因為我有去看到我們 因為我是租二十一樓 我有去看到中間樓層的 傷最厲害的都是中間樓層 因為它所有的筋骨 全部外漏 全部東西全部都弄出來 那我想說這房子不能再住了 一定要趕快賣掉 可是那時候賣 誰會買 地震鋼丸 房子倒塌... 你那個筋骨又外漏 誰會給你買房子 所以後來我賠瘦 我兩百八買 我一百八賣掉 我賠很多 我賠很多 住了四年多 一般來講 要住四年多賣掉 起碼都賺一倍以上 兩百八都可以賺到五百 就賣到五百六了 結果還賣到一百八 其實你還是很會買房子 因為你這是天災 天災你就把它沒算到裡面 對 但是因為天災害你的 不是你自己 沒有那個 是天災的造成 可是貴金哥 你賣南侃的房子 你也賠錢 南侃那個房子 我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去南侃買房子 因為當初為了愛 對 所以去買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其實 我那房子不是沒有賺錢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說 覺得說我那房子虧錢 那我虧錢真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應該是花房價的一半 去做一個裝潢 因為房價可能我買一千萬 我花了五百萬去裝潢 照理說是不成比例的 你裝潢太好了吧 對 因為那時候就想說可能 這個房子有可能成為 結婚的新房 所以我就花多點錢去裝潢它 所以用料 在工法上面 我都用得比較細一點 我覺得不是一般的裝潢 所以那時候 我賣料的時候 就發現說你裝潢 這個裝潢是隨人去認定 每個人認定不一樣 那人家當然會覺得說 你這個狀態也是豪華的 那不一定是適合它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等於說你還是得虧錢去賣它 你不可能說 按照當初你裝潢的價錢 再加一點去賣它 因為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當然房價有漲 但沒有漲到像 你裝潢的那個錢 對 像台北市這個 大安區 新一區 漲那麼離譜 所以變成說 那你當然就是可能 我有拿花一點 就是小賠一點 但可能就賠個一兩百萬這樣子 所以實惠像這種裝潢 是沒有辦法把整個房子的 這個價值再往上提 花大錢買房 竟然沒產權 有一個地下室有兩百坪 它要賣 然後它要賣四百萬 我在想地下室四百萬 怎麼會這麼便宜啊 我就決定買這個地下室 忽然有一個人講話很大聲的說 你們這個房子 為什麼打掃得這麼正潔 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買下來了 他說不對喔 這個房子是我的 結果一問 沒有產權 這一個 我們就官司纏送了三百萬 覺得你買下來了 他不是買下來了 妳有什麼 是賺錢 你看他們都沒有 所以乃伊 所以實惠像這種裝潢 是沒有辦法 把整個房子的這個價值 再往上提的嗎 你覺得你的衣服 要賣的話 有人要二熟 會增值嗎 來看誰穿的 你穿過的衣服 會增值嗎 所以其實裝潢是沒有什麼 其實裝潢就是用過就沒有 而且你說經過了三五年之後 而且他們你也知道方便飛 所以很容易把家裡弄髒 或是 方便飛 不是 不是 其實二手衣 你再怎麼樣一萬塊 你要賣兩千塊還有人買 可是裝潢也說 就算你裝潢五百萬或一千萬 他就說我又不喜歡這個裝潢 我要重新裝 我還要拆掉 我還要再花錢 如果他自己用的話 當然是剛剛好 可是如果真的要轉收的話 那個五百萬 沒有辦法真的直接加上去 那我要講的是說 當作也不一定是對 是要運氣好 因為太多人就是買了一個房子之後 發現你沒有錢 沒有錢之後 然後就住得很辛苦 像我一個以前的同事就是這樣 他第一年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現金全部花光 所以他家裡沒有沙發 第二年去 第二年去標了一個沙發 第三年去做了一個櫃子 第四年最後才地板重鋪 那當然好 那這四年之後 他才能夠娶老婆 因為他老婆每次去他們家看 都不一樣 因為他沒有現金 他現金拿去換車 拿去買衣服 那那是他不會花這個櫃 所以沒有錢 我覺得房子他是必須選 沒有錢不要買這麼大 或是不要買這麼的誇張 可是我覺得那個房子 的確有幫我帶來財運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裝潢 我只留了五十萬 但是其實我整間什麼地板 我都有重弄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手邊的現金不夠 我把股票賣掉 結果逃過金融風暴 這真的運氣好 這真的是 他也說運氣好 可是以以柔 那個時候這樣子 也不完全靠運氣 說真的他這樣還是對 為什麼 那個時候內湖這個地方 才剛剛在起步 還不是內湖 真的快要最好的時候 他一看就知道 因為後來慢慢電視台 一加一加的增加 然後大的那個賣場都進來 其實那個時候 你怎麼買 你都一定假的 好啦 現在是好日子過了 沒有這麼好日子 可是我覺得 現在有奢侈稅跟 實際要登陸之後 沒有好日子 沒有像過去 像什麼三年漲一倍 沒有這個事情 那現在來說 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以柔的觀點 其實我個人是滿贊同 就是說 因為像我第一間房子 其實我虧錢 但第二間房子 我後來就是 因為工作的關係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市 在火車站那邊工作 所以我其實 我住在截運站 淡水截運站附近 所以我其實截運 到台北火車站上班 其實對我來說是方便的 但是後來因為我換工作 我轉回來到這些行 那我常常要拍戲 或出外景 因為那時候 我也在主持外景 那我記得有一次 為什麼我會 我想把那邊賣掉 所以除了九二億之外 還有一次就是 他們送我回家 我記得那時候是佩珍 他們我們去南部 出一個外景 回到台北已經半夜 十二點多了 他們在從高通路開車到我家 又開了一個多小時 他們整個巨組 就我們整個外景隊 大家都快瘋 他說你到底住什麼地方 住哪個鬼地方 他們都快瘋了 所以他們說 你如果還要繼續做這個工作的話 你必須搬家 所以那時候 我就開始找房子 然後我記得 我第二間房子 我就買在台北市的大安區 買在安和路那個地方 而且我是買十三坪 因為我在那個... 你看我淡水買十九坪 我買兩百八十萬 但是我到大安區 安和路十三坪的房子 我記得那時候 我買五百八十萬 貴了很多 可是我還是... 而且我那時候 因為房子已經虧錢賣了 我身上幾乎是沒有現金 所以我後來... 我不知道 我進去那個房子 那個一個感覺 就像剛剛孟華姐講的那個感覺 就是有時候 我們人的地位感情非常準 我進去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有感覺到 一股很強烈的氣 所以後來我在一年之內 我把我十二八萬還掉之後 我自己手上還多存了二三十萬 在身上 一年之內 我自己從來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我當初我的年薪 我在做旅行社 因為之前我在做旅行社 我那時候年薪大概 差不多就是五六十萬 可是我一再轉回來這行之後 我突然一下子 什麼東西我都接 我開始... 薪水我就多了快一倍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可能跟住的禁業有關係 因為離我工作的地方近 其實我很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休息 所以就是說可能... 然後氣也好 所以整個人就看得清... 榮光煩發 所以整個... 開始慢慢就開始大賺 所以我在同一棟樓裡面 而且我是從那時候才... 我賣第二間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房子可以賺錢 因為我那時候買五百八 我記得我賣六百萬 而且我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賣掉 然後我想說賺二十萬 可是因為我是委託中介賣 所以中介要抽 所以等於我那十幾萬 全部給中介了 那比虧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但是我從這個地方 我得到一個就是說 原來房子是可以賺錢的 那為什麼我就會思考說 那為什麼我第一天賠錢 地位不對 這個其實要問一下 這純存姐 因為純存姐其實在做這個 房地產方面非常的有成績 但是是不是有曾經 就是你買過一個房子 後來發覺說 你房子是你的 但土地不是你的這種事情 產權的問題 我曾經有一個買房子的經驗 我就看到這個信義區裡面 林口街 有一個地下室有兩百坪 他要賣 然後他要賣四百萬 我在想地下室四百萬 怎麼會這麼便宜 結果一問沒有產權 沒有產權就沒有辦法貸款 可是我想想那個N95的五百萬 然後每個月倉庫要十二萬 我就決定 我就跟那個 我就去決定去買這個地下室 當作倉庫 什麼連結都要 他想當倉庫 我想當倉庫 對 他至少不用再付那個 那個倉庫的錢 而且自己還是信義區 然後我去買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子 你賣我兩百萬好不好 一坪一萬 然後沒有想到呢 他是屬於四十個老杯杯的 這四十個老杯杯呢 這四十個老杯杯 是以前在這裡做菜市場 他地下室是中和菜市場 我簽約那一天 四十個老杯杯都來 那其中有兩個不在了 說怎麼了 因為上個禮拜過世了 你知道嗎 所以那這幾個 就三十八個老杯杯 就在跟我簽約 然後我就付現金 然後我付完現金之後 因為那個房子 是納利風災之後 就一直空著空五年 所以他們就願意賤賣 然後覺得都七八十歲了 算了算了 就有一個笨蛋要買 就賣給他 然後那時候我還去找了 頂好市場 頂好超市 那個時候我要買一個 一樓的店面 因為如果一樓的店面買到 下面打通 下面是兩百坪的賣場 你知道嗎 或者我一樓沒有買到的話 我可以當停車場 結果我就花了七十萬 把裡面呢 到這個膝蓋這麼高的垃圾搬走 其中呢 有三個工人 全身被蚊子跳著 盯著 好像蒼蠅人一樣 你知道嗎 光是花垃圾就花了八十萬 然後最末稍微整修一下 憨不浪當 前面買房 買這個地上全的兩百萬 加上垃圾跟處理一下 有一點廁所啦 漂亮一點 總共花了五百萬 結果到了五百萬 花完那天 忽然有一個人呢 就西裝鼻挺了 可是講話很大聲的說 你們這個房子為什麼打掃得這麼整潔 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買下來了 謝謝你 我們以後是好鄰居 他說不對 這個房子是我的 我說這個房子是你的 然後我就把所有跟仲介 我們在成交的所有的資料給他看 他就說 對啊 這四十個老人 四十年前就是跟我租的店面 我說不對 他們說這個是他們買的 所以耶 結果這一個案子 我們就官司纏送了三年 那我是一個 很怕麻煩的人 對我來講 為了再為了跟他打官司 而且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知道嗎 我覺得公眾人物 買到這種東西就很麻煩 他就說 沒有你張老師 你就有名 我們就叫媒體來評評理 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說好 我送給你 真的 就送給你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事情 對我來講 我與其跟他纏鬥 花的錢跟時間 我去賺別的錢 我去賺別的錢了 他現在也就封到那邊 崔八你有特別想說 我是覺得他有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個 你在簽約之前沒有調產權 中介都有調給我 我就不知道你們怎麼看的 因為他既然是 他既然是很窮 租賃權怎麼可能有產權 有地權 這個一定有土地權 跟房子的所有權 他既然他敢建商敢跟你打這個官司 他一定是你的土地權沒有的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仲介 其實你當初這個案子一結束 就是告仲介 如果是我就告仲介 對 那個仲介七平 他有收仲介費 第二個 你當初在買的時候 你應該把他的那個 他們當初應該有一份這個合約 他說買賣的合約要有 你沒有 他一定沒有 而這些老伯伯他們是 也許年紀大了 也許記憶力不好 也許他不懂 那過去七八十年的人不懂 可是以你現在 以我們現在大概都知道 為什麼說現在實價登陸 沒有辦法渾水 過去是渾水可以摸魚 現在清水沒有大魚 所以你在任何 像我曾經碰過一個案子 今年現在要簽約 我們在早上掉藤本 過去要賣之前一個月 我們有掉 可是到今天早上要簽約 我一定掉當天的藤本 他房子被假扣押了 所以要注意 所以在簽約的時候 你都要掉 不是說你一個月前 你看過沒有用的 他有可能他昨天看 前兩天他因為欠人家錢 人家一個本票就可以查封 就可以假扣押 這個只是好有用喔 這個最好有 當天簽約當天 一定要掉當天的藤本 這真是太有用了 而且時間要很差距 比如說你一點簽約 你大概要掉十二點五十九分的 你不要一個小時 他一個小時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 可是要這麼小就對了 毛林市長怎麼要補充了嗎 很害怕 在細科站旁邊 我們的後面連接社區的花園 韓車位大概五十三 像交通環境跟居住環境 細科那部分的話 那邊其實 詢問量也都會滿高的 比如說你一點簽約 你大概要掉十二點五十九分的 你不要一個小時 他一個小時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 就是要這麼小心 毛林市長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剛剛談到我這個行業 所以我當然要有的話 一定要說 剛剛有幾個毛病 就是說 第一個 台灣的產權登記制度 是登記生效要件主義 也就是說 今天你去買一個不動產 沒有登記是不生效率的 我跟你買一個不動產 錢都給你了 還在賣方的名下 就是賣方的 所以剛剛不只是說 簽約的時候要掉藤本 所以交屋前 還沒有登記完畢前 都會有可能被查封的 所以藤本是隨時都要掉的 這就是代書的責任 地正式的責任 那剛剛以剛剛那個買的問題 我跟你的潛線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問題 建商會用代書 那買方為什麼沒有用到代書 這第一個盲點 第二個 那個代書有沒有欺騙 這倒是可以研究 但是我們去買這個東西 它既然是登記生效要件 表示一定有登記 一定有權利書狀 也就是我們是所有權狀 如果沒有所有權狀 你買到只是一個使用權 一個佔用權 或者說一個其他的 跟地上權沒關係 地上權還是有登記 因為地上權也是物權 所以結論就是說 你去買那個權利 就我個人認為是一種權利金 對 一種權利金 它不是買產權 那權利金就問題就出來了 它如果是有權佔用 可能就是買賣不破租刃 或者說繼續延伸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期限 如果它是無權佔用 問題就大了 可能隨時會被財污環地 隨時可能人家告你 所以你剛剛是很明確的 你不要去跟他訴訟 因為我認為我的專業判斷 你溫馨 溫馨 是啦 我覺得 對方是要再多一點錢 對方要多一點錢 我記得這個案子 上面有大概兩百個住戶 我的律師還兩百個住戶 都發了城鎮信函 問說他們對我們買樓下 有沒有意見 在我整修之前 樓下的人都沒有意見 這個觀念也不對 這個我又有話大 我又有話大 沒有 他的登記是屬於 航空避難室 所以樓上的人有沒有意見 因為我們每一個月 會給他一些回饋金 你知道嗎 話會不會太多 不會... 你們兩個可以再開始 你們兩個可以讓一下 所以最後簡單說一下 好 剛剛他的問題 在他的使用用途 可能是航空避難室兼停車場 但是一般有航空避難室 航空避難室兼停車場 或停車場 這三個可能可登記 跟可不登記 好 我們一般人會誤會說 航空避難室就是大家的錯誤 航空避難室有戰亂的時候 才供大家去緊急避難使用 平常是可以專用的 也就結論還是回歸到登記 誰登記誰就有 所以跟樓上無關 所以剛剛講得對 清楚... 有可能一樓的 這個產權是可能是一樓 但是他等到戰亂的時候 要開放給他 我站在你的立場好不好 我可以這樣教你 如果他是沒有登記 講實在話 去調他以前的使用執照 跟他起照的相關資料 那想辦法 去把建商以前的資料調出來 如果真的是有一個買主的話 那個買主要去補辦 建入第一次登記 拿到產權以後 再來對抗樓上 李市長到時候 那個老伯伯就會發抖 說我不值得 不會 沒有 我剛剛那些老伯伯 太可憐了 我想說算了... 這個有人... 這個就很教訓 不是 問題就來自於 你要簽約的時候 如果你不懂 你花一萬多塊錢 大概一萬二左右 找你的代書陪同一起作業 感謝 要不然我們這個行業 來 代書再聽一下 對 這個說是團眾議員 對 不要省小錢就歸大 對 不要省小錢 今天我們要進入一個 非常重要的流程 對 一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四位手上 都有不錯的物件 那今天我們 如果說你們手上的物件 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們有房子要賣的話 你們有什麼房子要賣 解釋一下 然後我們現場有很多專家 幫你評估一下 可以幫你評估一下 然後我們也可以 在他們評估的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買賣房子 有些什麼陷阱 我們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該怎麼問問題 我們才是一個聰明的買屋 或者是賣屋的專家 要是好的話 他們就直接借你的Case 好不好 也是個方法 首先是誰 以柔的 我的是在大概 還有照片 將近兩年前的時候 幫我爸媽買了一間 在戲客站旁邊 它那個是戲客站 戲子的戲 戲客站旁邊的一個 國泰建設的大樓這樣子 還是有名的建設 對 就是有名的建設 因為那一區其實當初 在滿多年前的那個建設 在那邊蓋了很多 那當初買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爸媽 其實我是把他們 從山上搬下來 所以希望幫他們找一個 看出去有綠地 那所以後來挑了一樓的房子 是因為我們的後面 連接社區的花園 所以就看出去 就好像感覺上 好像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對... 然後我爸有時候 喜歡弄弄花草 所以就是他剛好 有一個前陽台很大 然後這個物件 它大概當初我買的時候 差不多中古屋 大概十二年左右 對 然後客廳也非常的寬敞 然後含車位大概五十三坪 含車位五十三坪 是全壯嗎 全壯 那是全壯的家 室內這個房子 本身的全壯大概四十坪左右 室內大概有三十 因為公社比不高 因為我喜歡買這種古屋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新城戶 公社比太高 然後加上我覺得 我評估我自己是比較 覺得會待在室內的人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公社 其實當初這個車位買是沒有到一百五 對 然後另外房子 是以在單價的坪數去計算 然後加起來是總價 應該大概一百五 這個第一個來看 維恩你覺得 剛剛他這個物件的條件 環境好嗎 因為像我們現在目前 以細紙細科那一部分 其實因為現在以大部分的居民來講 他們不一定會想要住在市中心 對 因為有些像有些通勤組的部分 或者是在有關 就是他們有開車上下班的話 以細科那邊來講 其實近交流道 而且像柯以樓這邊的話 他會選說要住中古屋的話 其實也是目前現在市場需求 就是最大 最大中的 因為以中古屋來講的話 第一 五到十年到十五年的房子的話 他有一定的標準的社區規模 那第二的話 他的社區的環境 也相對會比新大樓 新蓋好大樓附近的環境好很多 而且目前來講的話 像交通環境跟居住環境 真的是大部分的就是客戶他們來說 都是比較常會去注意的部分 對 因為細科那部分的話 比如說我們現在 細紙那一塊也算蠻大 那如果近東口的部分的話 像福德一路那邊 其實有大部分的新房子也在那邊落成 可是以細科像潤泰跟那個國泰那邊的 新型社區來講的話 那邊其實詢問量也都還蠻高的 因為畢竟一個社區的環境的發展 他經過一定長時間的累月下來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客戶都會想要瞭解說 為什麼這邊的就是居住環境越來越好 那相對的一定就是因為環境有進步 所以才會有人想要搬遷 你真的是 房仲業者 你講的話就是房仲業者會說的話 然後就分析一下 其實我自己因為是從小 因為其實買這間房子 已經是我買第三間了 然後當初其實會買的時候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就住在細紙 可是我爸媽當初 他們年輕的時候是買在三區 所以這房間 這一樣出在說location的問題 所以我爸媽現在三區 那房子要賣就不容易 但是後來 所以我後來要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其實我的範圍跟圈圈畫得非常的小 我非常明確跟 就是仲介講說 我只買哪一條路 到跟哪一條路中間什麼建設的房子 然後屋齡這樣子 所以去當初每一次仲介帶我來看 大概手上就是三間 最多就是三間可以看 然後被淘汰掉之類 然後最後是看到這一間 就覺得很適合 對 其實這間的優點是在於 細紙的人都知道 這邊沒有淹水 對 其他沒有別的優點 就是沒有淹水這一點而已 對 不是 也不是沒有別的優點 它至少交通很便利吧 至少住一個名人 交通便利 其實到處都很便利 就是看你的交通重點在哪裡 可是因為細紙不淹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細紙人都知道 所有的淹過水的那個大樓 地下室可能都爛掉 或是可能就要修不修的 電梯可能過兩年 可能就又要重新要花錢 所以你那個大樓好在這裡 那當然因為我們不知道說 你的屋況要花多少錢再重新裝完 因為一樓那邊濕了 那邊老舊嘛 因為我有朋友住樓上 所以我大概對那時候 有一點了解 那因為你那個是面中庭對不對 面後面的花園 面後面就是有鐵路嘛 但是很妙 我那時候也以為靠近細客站 可能會有那個鐵路的聲音 我後來才意外發現 其實住在比如說 因為那時候細紙已經 就是高價化了 它的聲音往上衝 所以一樓非常的安靜 是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因為那個是開放空間的社區 所以你不能把它圍起來 沒有圍起來 就是不能圍啦 然後就是 可是因為它是面後面 所以其實很少有人會特別 繞去社區的花園 走到後面去 是 可是還是可以走 但剛剛講的都是一些 好專業喔 家乙方的看法嘛 買方跟賣方嘛 可是有時候 這個房子大家都不看好 可是很適合他家 也是很好 那就是你的房子 如果說你不賣啦 那以柔你這樣買 然後前面也有花園 然後後面也有一些花園 那媽媽 譬如說我們在鄉下 住習慣人或山上住習慣人 你前面沒有空間 他們真的生活 很奇怪 像怪怪的 妙妙的 你這樣住東區 他應該第二天就想 你沒那麼嚴重 那邊你是一坪買到 大概三十萬左右 其實還不到三十 不到三十 那就很不錯 那時候兩年前 其他的藝人沒有 但是你們覺得 就把自己的物件拿出來 會搞自己不開心的話 也不一定要拿出來 對 誰會拿出來 真的 沒有 因為這個房子 在投資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想過 是短期的買賣 因為是買給家人 因為像我們這樣看 我就覺得很好 那Subway 它 突然被管 什麼Subway 什麼Subway 這家的木傑 三位 黑管 就算他裡面那個男傑 他本來是黑管 其實這個木傑開始 木傑應該是專業的Case 買房過程曲折 還遇上詐騙 有很多事都拜託 代書幫我辦 辦理一些土地的什麼什麼 他就弄了一兩個月 他就說 貸款貸不下來喔 我又在拍攝 他又給我打電話說 我跟你講 我找到一家銀行 我說 非常好 手續費 我說啊 手續費 他又弄他弄好 就快三個月了 當要過付的時候 代書來了 來恐嚇我 他就說 所以他就完蛋 這個阿樂 那個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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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木傑開始 木傑應該是專業的Case 沒有 我沒有很專業 講這個故事就 現在我是很開心 可是當下我買的時候 我很不開心 可別贏耶 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因為朋友 我很想買一個辦公室 很急得要把公司成立 那成立你就應該要有那個登記證 所以我很急得要買一個辦公室 那我看到南京東路 還有巴德路 基隆路 那邊公車都很交通便利 雖然沒有那個結運 在那個五年前 當然那這邊是101 這邊又是內科 結果我覺得那邊不錯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廣告 也是我朋友 他也有覺得不錯 然後我也去 我就說我要找屋主 怪了耶 那屋主 怎麼找都是祕書出來 你知道嗎 我說那這樣子 祕書你告訴我屋主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然後說我出國要下個月 我說可不可以請他快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喜歡 結果祕書就好不容易就約到了 然後就說 好 那你到某某飯店的咖啡秀 好 我也去那個屋主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喝 一直吃 一直喝 一直吃 那我就這樣 你好 因為怎麼都沒有表情 然後也沒有說 你要不要叫什麼 那我也不好意思叫 那我說這樣子好了 那個我們就直接了當講 我喜歡你這個房子 你是不是就是 你開了一千九百萬 那可不可以一八六八 這有種那種好的些 好的 因為我們一定不會 照他的原價 一定都會 對 然後他說 如果你要覺得好的數字 那我千一米 一九八八 不是更好嗎 一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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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說 你剛剛講 我講過他 真的 然後我就說 這樣子小姐 然後他就一顧他吃飯 我就小姐 可是買房子都是殺價 而不是往上加 那我覺得一八六八 我也覺得這個數字 是我比較喜歡 然後他就這樣 一口價 我的媽 可是我也不要想說 你既然喜歡 不會差那幾十萬 除非是差三百萬兩斤 我想說 好 那我說那好 那就辦 我就好 然後就辦 很厲害 辦... 我就去換金 借了一個巴鈴腦 我就到中部去拍戲了 就一直辦... 然後那個 這次代數有好人 但是也有壞人 就他有一天 經過了兩三個禮拜 是你找的還是他找的 我找的 對 我找的 因為我有很多事都 拜託代數幫我辦 辦一些土地的什麼... 那我說那個代數 那就趕快幫我辦這個 然後好 辦了三四個禮拜 他就一直覺得有問題 他說 那可是不是那個屋主 他是用他祕書的名字 我說沒關係 只要是他祕書跟屋主 來跟我一起談 誰的名字 你就用那個名字 來過到我的名字 就對了嘛 對不對 好 他就弄... 弄了一兩個月 他說 貸款貸不下來 我說 那我已經放了幾百萬下去 我說那一定要貸 那我因為在拍戲 也沒有辦法跟他很相同 我說你再幫我找銀行 看看有沒有別家 因為差一點點 我已經三百萬下去 我差一點點而已 差了五六十萬 他說好 然後又完了 我又再拍戲 他又給我打電話 他說我跟你講 我找到一家銀行 我說非常好... 那要那個... 那個什麼... 手續費 我說手續費 多少 十幾萬 我說那... 那我說先不用... 因為現在五六點了 我說我第二天再給你打電話 我有認識銀行的 因為我有買我的 雅明山的房子 那個經理對我很好 他覺得說 你也很誠意買房子 你也有... 你也照常還款能力 然後你的那個利息 也繳得很正常 信用很好就對了 對 信用不錯 那這樣子好 第二天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樣子你找 某某某家的銀行 他願意做 因為他有請人去照相 他說我那個房子 說真的 還滿值錢的 因為在十六樓 景色也很漂亮 也有... 本身他也有裝潢落地窗 那我說好 我說那個代數 你就到這邊辦 他說好 就汗布隆隆弄好 就快三個月了 因為卡到那個祕書的問題 這麼久 對 然後當要... 當要過戶的時候 代數來了喔 代數說什麼來恐嚇我 我也在台戲真的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們台戲 都沒有辦法 好不好聽 你沒有辦法聽 對 就那個代數喔 我齒都舉不起來 煩我 他馬上就說 你要給我那個手續費 我說不用 我說那個銀行 是我認識的經理 那個不用手續費 他也說 你給我做業務 我都感激你還要請你吃飯 我為什麼要拿手續費 我就不拿手續費 我說人家已經講得很明 他說 可是也要給我 我說 你是代書 你有代書費 對不對 我說你要分清楚 我該給給 然後中介費 該給給 然後該誰給 就要給 對不對 然後他說 如果這樣我就不幫你過戶 然後要幫你實在那 這樣就完蛋了 因為這個名字又不是在屋主 在那個秘書 對不對 然後呢 接著 怕銀行又不幫我弄的話 我也很怕生辯 因為我三百萬下去 我不會為了十五萬 我就說好吧 那你扣吧 我馬上ATM給你好了 我就叫我女兒ATM給他 所以你就把錢給他了 對 還有在辦的時候 他就說 那個秘書說 你弄了三個月 還有我代書幫你 辦了三個月 所以我們時間都拖得很長 我說 代書 不好意思 你弄我的三個月 你幫我辦這個三個月 你不是只有 辦我一個人的案件 如果你每天誰在我身邊 每天幫我辦 不好意思 我一塊給你十五萬就沒關係 對不對 我講是不是很有道理 那已經給你十五萬了 他說 秘書也講了 拖了三個月 我每個月五六萬的那個利息 也要我付 我說那個另外的屋主跑掉了 那人家喊不動動 我就輸了三十幾萬在那邊 所以那一年 我雖然把公司成立起來了 我心裡也很不舒服說 殺不了價還要多 被騙這個什麼 秘書的三十萬 還有誰的多少錢 他遇到代書界裡面的金光檔 對啊 真的 我後來我很想跟他太太講說 看你們沒那麼高興 但是我想算了 口業算了 不要造口業 但是經過五年之後 你知道嗎 我那一個地段 左邊是三明路 就有一個出口 捷運出口 然後右邊是那個 那個觀光夜市 對 然後兩邊走過來 五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這個月 我十二月收回來 我要成立電影公司 我就在那個東方 我六年前才剛開始 比較有經驗嘛 那我因為我十幾年前 一直有累積都是被騙嘛 所以我也很小 真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就比較懂 譬如說你買預售屋 你要怎麼樣才不會被騙 對不對 一定要信託嘛 然後信託還要銀行的人 來做贈嘛 李約寶 對 信託李約寶 真的還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認為這個應該要追究責任 如果這個是我們代書界的敗類 如果是真的的話 而且在巴的路 信裡 希望不要再去了 你想告訴我 不是... 我用公位的力量 就有辦法來制衡他 再制裁他 要制裁 背書界的侯友宜在這了 真的 不會啦 報大人冤枉啦 我一定幫你深淵 因為我最恨人家這樣子 真的賣我 你有沒有留下憑據嘛 有啦 沒關係 我去查就知道 對 這個他都會蓋章什麼 都不用看嗎 您剛剛有一個問題說 怎麼會跟祕書有關 我認為不知道是無權代理 還是因為 屋主就是屋主 他如果有一個祕書 他應該要授權 這個授權應該要怎麼樣 什麼硬件證明 所有權狀身份證 你們通通要有 我們就表現代理 其實我們以前還不懂得炒房 我想那個小姐是炒房 妳是投資 不是炒房 我說我們不會炒房 我說賣的人 一定是買很多房子 然後會用祕書 用女兒 用爸爸 用媽媽 用朋友 用阿姨這樣子 我在猜想 妳應該說 他如果有這種問題的話 站在稅的立場 他就會吃不完兜著走 對 所以有時候專業 可以克服那一些 詐騙集團或金光檔 我的建議 你真的碰到一個 我們認為是敗類 有需要我真的要幫你伸冤 第二個 我還是要利用我們的節目 呼籲 產權是一定要登記 一定要有權狀 旁邊有個地政事 他不是只有幫你辦書學 那個是要 產權調查 簽約 稅費負擔 節稅規劃 甚至到後來交屋的時候 幫你組合公寓大廈 因為公寓大廈有時候 住戶規約很重要 你哪不能飼養寵物 你搬進去 你就是不能養狗 養貓 這個本來就是地政事要幫你忙 尤其是在實價登入 也是地政事在處理 所以各位真的要相信地政事 那花一點小錢的話 我們會很感謝 他就是 他就是想去找你就對了 不是 我要快退休了 就是相信地政事 那你應該跟公會去申冤 因為他民國八十年 就已經管治了 因為我現在覺得說消費者 就買屋跟賣屋的有福了 為什麼 這兩年真的大家就是因為 有在講房屋的一些概念 是 還有怎麼買才不會受騙 然後怎麼買才是你需要的 都有很多資訊 所以我們有福了 如果這次發生在這兩年內 我當然就是有機會 可以平反 這個已經是五六年前 大家都還不太懂 然後又非懂事懂 那我要跟崔小姐 您解釋一下說 我也承認我這樣是錯誤的 而且我也很氣憤 為什麼說到後面我獲利之後 我不是在比較說 我就放過以前這種我的錯誤 而是心裡面那種 那一股冤氣 所以覺得說還好 能夠填補一下這樣 還好賺到錢 對 過得福 對 還好不是有帳 要疊的話 不是更好 可是也是因為 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好 這物件很OK 這物件真的是很OK 好 最後純純姐 你要為我們介紹 你的物業是 好 我這個房子呢 我這個房子買的時候呢 周杰倫也來看過 還有一個導演曠勝 還有吳文軒也去看過 那周杰倫覺得太小了 周杰倫覺得不夠大 放他的吉他 放他的鋼琴就不夠了 那其他的藝人去買的時候 是價錢出不到 我一去看我就非常的喜歡 我就當場一分鐘 我就決定我要買下來 公社是寫錯嗎 百分之三還是三成 公社沒有寫錯 舊房子 舊房子 不是 七樓滑下 不是 這個是大陸工程辦 蓋的房子 然後非常特別 超過二十年 地主自己蓋的 沒有超過二十年 地主自己蓋的 十幾年 然後呢 他頂樓是建商留給自己的 是他自己的 所以他的裝潢 跟他所有的好處 都在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呢 他一成是兩戶 我買下來的時候 我兩間都買 那就變成本來是邊間 本來是三面採光 現在是變成獨棟 四面採光 那最棒的是 他的公社只有三趴 我還有空中花園 看得到101大樓 然後這個是浴室 然後公社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挑高四米 然後因為坐北朝南 我連夏天 我的冷氣費 都大概四千塊而已 我夏天我都不用開冷氣 因為那個窗戶打開 四面 四面 我只要兩面採光 我只要兩面的窗戶打開 那個風是灌的 非常非常好 那我覺得大安區 我其實一直想換房子 因為這個房子 對我來講太大了 可是我在大安區 我沒有看過這麼好的房子 因為他公社三趴 土地二十五坪 公社三趴真的是 已經多久沒空了 那他就等於是 如果說四十坪 等於是一百坪的房子 如果說是買新房子的話 等於我要買到一百坪 我才可以使用到這麼多 所以製作好物件是不是 連全媽媽的房子 我的房子跟他類似 就是七樓 八樓 九樓 都是我的 但是產權是七樓 八樓 九樓是建商蓋的 要留著給他媽媽用 那後面因為他經營失敗 這是有名的建商 借殼換 借殼上市 又再起來 所以八樓 九樓 還有一個使用的文件 就是當初有發過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說三趴 我的四十六坪的房子 只有二點九 一個percent都不到 為什麼我一直 剛剛認為他是二十年 我的是二十五六年 所以就是說你老房子 但是你要看他的公社比 我們沒有什麼公社 就像他剛剛講的 他不會去用公社 譬如你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對我也沒意義 我是宅女 回來就回家了 所以你要公社 譬如說有的現在房子 超過三十個 二十五個percent 他就說低公社比 那OK 可是他有游泳池 小小的 好像洗澡池 他有圖書室 裡面沒涼粉書 他有卡拉OK室 你還要登記 還要付清潔費 這些對你來講都沒有用 所以你要看公社比 對你有沒有用 要是沒有用就買舊的 舊房子 過去的舊房子很紮實 因為他都是用核砂 他不會用海砂來洗過 那他過 你看很多大樓倒的 要看年份 對 年過七十七到七十九 那段時間蓋得很糟糕 很容易可能有害的 那七十二年的時候 還有一批是輻射污染的房子 輻射乾淨污 登記 所以你要去 做功課 要做功課 對 來 買房子使用好多 對 我這一集做完之後 對 我就有一種更不清楚 到底買房子 我到底要住一些什麼 應該說 因為做這集 你會更想相信專業 就是說找得這麼好 我決定要找一個 找對一個好的銷售 找對一個好的專業 而且誠懇的銷售 還有一個好的代書 哎呀 感謝 對 然後真的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相信的話 我們還有十位 對 相信 反正他都會做最壞的打算 那之前最壞的打算都是這樣 我還願意買 表示這個房子 我是真的很喜歡 對 但不管怎麼樣 還是謝謝四位 就是從你們的經驗當中 我們還是能夠得到很多 因為你真的不要覺得說 這些經驗我們會用不到 搞不好下一個 會遇到這種經驗 來這邊說故事 就是你了 剛才是要小心 謝謝大家 謝謝